星期三的立法會大會就討論了是不是引用權力及得權條例 要求政府交出在審批免費電視牌照上面的文件 同一日在立法會外面的公民廣場有過賣人集會包圍了整個立法會 這件事都揭露了立法會新大樓啟用兩年以來的秘密通道 今集正程是跟大家看看一班建制派議員如何在立法會大樓越過重圍瞬間消失 關鍵在於立法會停車場有兩個出入口 其中一個是秘密通道 我們分別去看看那兩個出入口究竟會帶我們去哪裡 我們現在就在立法會的停車場先跟大家看看 這個出入口是平時議員助教會離開立法會的地方 我現在就看看這裏走出去是哪裏 其實在停車場地底走到上來地面之後 我們就會來到政府總部那裏 旁邊正正是公民廣場 也是星期三晚上集會人士聚集的地方 所以大部分的建制派議員都不會在這個出入口離開 免得離開的時候遇到阻滯 而這裏集就是所謂的秘密通道 據說平時都是鎖住的 如果要開它的話 就要通知立法會秘書處以及政府總部的人 大集後面其實就是通往政府總部的西滅 星期三晚上立法會散會之後 立法會的議員就是用這條通道 可以無阻地駕駛自己的車輛離開大樓 事實上立法會很多議員根本就不知道地底 有這樣的秘密通道 私底下都大讚是一個偉大發明 因為他們之前有點擔心 怕集會的人數太多包圍了立法會 他們會好像高鐵的時候被困立法會走不了 我們問過立法會秘書長陳惠安 他說這條秘密通道 其實就是被這個議員在緊急情況之下用的 暫時沒有試過有官員用過